谈感受,从信仰到亲身体验 格印卡老师讲 每种宗教都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 培养掌握自心的能力,让心不着 染污的重要性 从经典上读到这些教义 出于强烈的信仰或理智上的信念 教徒也许会接受 然而,光是相信这些教义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真正的利益仅能自实践中获得 正如苟可难耐时 光是阅读有关水分子结构的说明 并不能解渴 鸡肠鹿鹿时 拼命研读餐厅菜单 也无法冲击 生病时,光是阅读医师处方 并不能解除疾苦 而借着将注意力转移 也无法真正解除口渴 饥饿或疾病 同样道理 不去面对生命中的难题 或谨谈论解决之道 并不会使困难从此消失 除非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除非借由修洗正法 我们是必沉沦苦海 然而,修行并不容易 我们必须努力消除内心的不敬烦恼 压抑负面想法 分散注意力 或沉溺意越虽较为容易 但压抑、转移 或沉最难以持久 一旦这些方法效力消退 问题依然存在 只要内心深处的不敬烦恼仍然存在 心就无法从痛苦中解脱 每当遇到不愉快的情境 我们总想逃避 借由分心忙于踏实 来逃避不受欢迎的现实 而生活里又提供着如此多 让我们分心的娱乐 电视、电影、展览与马戏表演 甚或像酒精或药物等 更造高度麻醉剂 即使不寻找此等世俗的转移伎俩 也另有以灵性追求作为麻醉的手段 到庙堂里盲目赴诵祈祷 或进行宗教仪式 尽管其危害 不若分心至世俗一月 但逃避终究是逃避 心会意识专注于这些转移伎俩上 但埋藏于心底的问题 迟早还是会浮现到心的表层 如果用力去阻挡压制问题浮现 只会引来 相等的反弹力量 因此分心与压抑非但不能解除痛苦 还令痛苦加剧 事实上 痛苦并非源自外在而是从我们内在生起的 痛苦的根源也同样潜伏于内 存在新的不敬烦恼与负面想法中 企图以令人愉悦的事物 来取代令人不快的外在事物 是自我欺骗的作为 治标却不治本 无法真正治愈疾病 处理痛苦的良方 是如实地去了解它 一个想了解痛苦的人 首先会自问不快乐的根源 而答案将很明显 因为碰上了不喜欢的人 事物或情境 因而心生嗔恨 这种嗔恨其实是一种贪爱 想要排除不愉悦经验的欲望 心的喜性是渴望愉悦事物的 一旦事与愿违 遇上不想要的 不愉悦的事物 就会生起嗔恨 而一旦心受到贪爱 习性所羁绊 他也将为嗔恨习性所束缚 两者都必然使我们焦虑及痛苦 从理智上对这个道理多佳 琢磨 固然是件好事 然而 要真正从痛苦中解脱 必须将离解导向行动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根除贪爱与称恨的喜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脱离痛苦 有些人也许会身体力行 开始修习正法 但很快地便对所面临的困难却不 出于自卑与无助的心理 他认为自己太弱 无能自痛苦中解脱 必须求助于一股更强大的无形力量 于是 他想象出一个全能的实体 并祈求它 解除自己所有的痛苦 他盲目地相信 只要持宋明号或观想其相貌 这位想象中的全能者就会移除他的痛苦 事实上 他是被自己的恐惧与懦弱感受所误导 这个人并不了解 假如真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明 他如此的行为已侮辱并贬损了他 总而言之 如果有人是无所不能的话 他一定知道宇宙众生都在受苦 倘若他真的是万能 他一定会令所有生命体从痛苦中解脱 果真如此 假若这位全知 全能的神只对持宋他名号 不断赞美或观想其形体的人伸出援手 其实就是在假设 这位幻想中至高无上的神 是一个自我中心 没有丝毫慈悲心的人 一个渴望听到越来越多的人 不断持宋自己的名号 不断观想自己的形貌 获得最夸张的阿谀奉承的人 必然非常自我 而一个只会帮助那些奉承者 以前数方法来自我膨胀的人 必然缺乏真正的慈悲 至高无上的神明 真会是如此吗 如果真有至高无上的神明 这样的盲目信仰 对他来说只会是贬损和羞辱 还有 未经透彻的逻辑思考 有人认为 只要持宋神的名号 或观想神的形体 神就会洗清他的罪恶和悲哀 这种想法令他极为心安 因此 有人致力观想神的形体 在心里召唤出曾经看过的画像 或雕塑 或读过的相关描述 然而 这些由图画 雕塑或文字所形成的影像 事实上是不曾亲眼目睹 神奇样貌艺术家的想象作品 他们从未亲眼看过作品中的神 对观想者而言 这些神像非常具吸引力 因为他相信这个想象中的神奇 无论如何会拯救他 因此 要将新的注意力 集中在神像变得轻而易举 并由此产生专注 可是 对这种想象出来的对象 进行冥想 是不可能导向实相的 同样的 有人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 并因不断持送这尊神明的名号 感到十分受用 这种对一个单字 或任何只字片语的附送 会产生一种特定的振动 使人深陷其中 冥想者期望神明能满足他的欲望 而这种期望变成了盲目信仰 激发信徒不断持送自己创造的神的名号 带着高昂的热忱 不停变着神的名号 直至心生狂喜 全神贯注 并沉浸于自己引发的振动中 然而 无论因而产生的狂喜有多愉悦 附送一个单字 是不可能让冥想者正得实相的 尽管如此 这样的修行方法还是有其益处的 因为即使这些觉受是刻意经营 想象而来的 心还是会望确认何不愉悦的情境 沉浸在愉悦的振动中 如此 修行人会以为痛苦已然去除 但事实上痛苦依然存在 因为苦的根源仍存在心中 只要痛苦的根源一天不除 就不会有真正的解脱 要把痛苦的根源铲除 我们必须穿透至心的深处 达到不净烦恼升起的地方 只管持宋明号 深思于想象 是无法达成这项目的地 我们必须探究实相 存于我们内在的实相 当禅修者开始探究内在的实相 很快地就会领悟到 只有当我们的心或身上的 无种感觉官能 与外在世界的事物接触时 这些身外之物对我们才产生意义 这一切都蕴含于我们的身体结构之内 要亲身体验实相 必须探究身体结构的内在世界 不去理会身外之物 与此同时 要小心谨慎 避免使用任何想象的 及人为创造的物件 不论它们多么地吸引人 或多么地与传统信仰契合 不仅如此 禅修者还必须不偏不倚 有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一般 接受并客观的观察 当下片刻身体内所经验到的任何实相 如果照这种方法用功 自然界的一切谜团都可揭开 宇宙中的一切法则都变得清晰 禅修者会明白痛苦如何升起和倍增 也能洞悉如何去除痛苦 有了这样的智慧 禅修者自然能够拔除痛苦的根源 也就是根除心的不敬烦恼 整个过程在于亲身体验内在实相 借由观察身体觉受去体验实相 在求证实相的过程中 禅修者对不愉悦的感受 苦受 进行客观观察 当他这样做时 心会自发的对不愉悦的感受 进行分割 剖析 分解与分析 直至切身体验到这些感受的无常 其生起又灭去之本质 如此 他便会从心里将称恨的旧习性拔除 透过类似的深入观察过程 他也明白愉悦感受 乐受 稍纵其事的本质 并因此根除贪爱的旧习性 同时 透过体验中性感受 不苦不乐受 转瞬即逝的本质 根除于吃的旧习性 其他一切不敬 杂染都是以这三者为基础 贪爱 称恨与于吃 当这三者熄灭 完全根除 因这些不敬 杂染而生起的痛苦极高终结 此之所以发生 乃因禅修着探究身心的实相 从显而易见的层次穿透到细微层次 直至体悟到无常的实相所致 这样的体悟使他的心得意净化 并能够体验精神与物质以外的终极实相 超越生灭的世界 当一个人体验过相对世界以外的终极实相之后 就能发展出真正的智慧 没有执着的智慧 没有处境能将禅修着击垮 无论生活里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想要的或不想要的 愉悦的或不愉悦的 他的心都能保持平衡 因此 借由修行内观法门 我们便可走在处理痛苦的道路上 一个人的心能剧除多少量的不净杂染 他就能从痛苦中得到等量的解脱 享受等量的真正的快乐 来吧 禅修者们 让我们抛开一切想象与人为造作 借由我们内心自然升起的感受 去探究集体验内在的实相 根除新的所有不净杂染 达到真正快乐 真正安详的目标 真正安详的目标 设计划 小行级标